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在财报发布之前 外界曾普遍预计 Alphabet将在此次财报上 首次单独公布YouTube的业绩状况 但遗憾的是 该公司对于YouTube的业绩依然讳莫如深 没有单独劣势 众所周知 安卓的成功让谷歌成功向移动互联网转型 来自移动端的广告收入成为收入增长的重要引擎 除此以外 YouTube近年来对谷歌收入增长的贡献作用也越来越显著 在本季度发布的财报中 Alphabet依然没有单独劣势出YouTube的业绩状况 依然将其放在谷歌搜索和广告业务项目下 从业务大类来看 当季谷歌业务收入高达258亿美元 其他业务Other Pets 业务收入为248亿美元 其他业务收入占谷歌主营业务收入比例 依然为1%左右 但损失却有所收窄 当季其他业务亏损772亿美元 较外界预计的944亿美元明显减少 除广告业务和其他业务外 谷歌的云服务以及谷歌商店服务收入 在该季度中增长42%至31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 谷歌本季度新增的1600名员工中 大多数来自于谷歌云服务部门 该业务依然处在高速扩张过程中 从会计报表规则角度来说 本季度也是谷歌首次仅采用美国 公用会计准则GRP来呈现 这是为了响应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所敦促的 美国上市公司 统一到同一标准 会计准则下的要求 体现在 台报数字方面 GRP规则下 需要公司将股权激励等项目 也作为费用劣势 客观上会让台报数字 变得更接近真实状况 此外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提出的新的企业收入会计 确认规则也要求公司 所对外呈现的各个业务收入 与公司内部 向最高管理层汇报的 业务收入分类一致 外界普遍认为 YouTube的业务收入 在谷歌内部 是作为单独的一部分业务收入 向公司最高管理层汇报的 因而谷歌最终 对外单独披露 YouTube的业绩 将只是时间问题 根据部分分析师测算 YouTube去年全年的收入 已经超过100亿美元 如果单独上市 市值将超过900亿美元 比Netflix的市值还要高 瑞银集团分析师 Erik Sheridan预计 在接下来四年中 YouTube仍将以 每年21%的速度增长 到2020年 收入将达到274亿美元 这一收入规模 相当于FastDock在2016年 全年的收入总和 尽管未能详细列 是YouTube的财务状况 在投资者电话会议上 谷歌首席执行官 Sander Pichai 还是透露了部分YouTube的业务信息 目前YouTube拥有15亿越活跃用户 平均每天观看YouTube视频内容的时长 为一个小时 此外 谷歌还在上个季度 推出了YouTube TV的电视服务 目前已经在30个国家上线 Pichai表示 上周刚刚增加了10个新市场 并新增了更多的套餐选择 除了广告收入外 YouTube自2015年 开始推出的YouTube Red会员增值服务 也开始成为收入的重要贡献渠道 目前YouTube Red会员已经超过200万 除此以外 本季度Alphabet财报的另一大关注点在于上月底欧盟委员会 对谷歌所采取的27亿美元的处罚 由于欧盟委员会的这笔27亿美元的罚金将被视作税后支出 因而起不到任何减税的作用 27亿美元这笔不小的数字将实实在在的直接削减谷歌的税后利润 尽管谷歌这笔处罚并没有最终生效 谷歌也表示打算上诉 但从会计处理的角度来看 Alphabet还是将这笔处罚记录在了当季的财报数字中 本季度谷歌的每股净盈利为501美元 较去年同期的每股7美元价划28% 但依然超出分析师此前给出的每股4、46美元的盈利预期 如果没有这笔27亿美元的处罚 谷歌本季度的每股盈利将达到8、90美元 同比增幅为27% 《黄路高》 若冬泱 感谢观看